你说你家小姐 是因为得了失心疯 才做出那些荒唐事 现在服了药 就真的能好 天底下真有这种病 真有这样的治疗方式 小姐 小姐 王爷来了 你来的时候 你怎么能把这件衣服穿在身上 你怎么能把这件衣服穿在身上 脱下来 你想起来了 我想起什么了 但王氏说 这是我母妃的华服 你怎敢穿在身上呢 你怎么能把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呢 看来你还是没有想起我 这件衣服你已经送给我了 我竟然会把母妃的华服赠予她 难道过去她对我真的很重要 没关系 就算你已经忘了一切 我也愿意陪你慢慢回忆 你的药呢 你的药呢 你来 来 谢谢 谢谢 e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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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没想到你竟为了博得本王的注意 还教唆张继和喜鹊一起西门本王 真是无法无天 听了你去过那些地方 喜欢看这些言辞厌许 还不知羞耻地大肆宣扬 真是乱七八糟 不成体统 填不知识 误会至极 你给我站住 我做这么多 都只是为了想帮助你 让你恢复记忆 却被你三番四次的嘲讽唾弃 好啊 那我今日到上问问你 什么才叫体统 看着你失去记忆好坏部分 被人蒙骗吗 虽然现在是古代舍典 你思想闭塞不开话 我可以理解 但你也不能这么 不尊重女性 歧视女性吧 我就看那些说怎么了 我去温香楼怎么了 男女拼到你懂不懂 还有 在我们那儿妇女能顶半边天了 你知道不知道 还有 过去是你追的我 是你向我承诺此生只爱我 一人此生绝不负我 现在你在我这儿 摆什么丑王爷家的脾气啊 你这个霸道冷血 无情无义的野蛮人 你竟敢骂我 我就骂你了 怎么着 你以为我真那么稀罕你 我才不呢 这是我的房间 你给我撤去 这是本王的伏蝶 那我出去 我这是怎么了 从未有人敢与我这么说话 不是我 竟然丝毫不弃呢 小姐 何必和王爷争执呢 我们已经住在别院了 现在你还落得和我睡在一个屋里 怎么 连你也嫌弃我 不是的 小姐 喜鹊 不是那个意思 喜鹊是心疼你啊 好呀喜鹊 还是你好 你瞅瞅没气死我了 不是啊 怎么会连先皇妃的华服都不起作用了呢 我 人生若是纸如初见就好了 我有办法了 啊 哦 第一次我 见到你的时候 失去方向 我不知往哪儿走 那是一切 那是你 自己可能 criar 对 你 回答 我 6 感谢观看